《北大培養》 我覺得北大培養的人現在用北大的 比較通常的話叫做 應該是叫知自己 知社會 知中國 知世界 現在很多大學裡面講領導力 更多講的是領導的技術 領導技術 而不是領導技術的根本東西 我們常常講大學要培養領導力 什麼叫領導力 就是犧牲自己 服務社會 營業社會 如果說我要去定義 我定義為你的影響 叫impact 這個可大可小 作為一個大學教授 你或許就影響了一個學生 這就是你的impact 我常常起一個例子 台灣的一位女記者 來到四川 知道了一個叫麻風城 因為麻風病是傳染的 所以沒有人願意進這個城 他放棄了一切 來到這個麻風城 去籌資 去辦學 所以這些孩子 終於實現了他們的夢想 而他的故事 可能會印象更多的人 做同樣的事情 那如果要定義 這是最大的成功 這門課我稱之為雜課 一門無用的課 正如耶魯大學的前校長所說 如果耶魯培養了 有職業能力的一個畢業生 那耶魯大學失敗 所以大學最重要的 培養了學生其中能力 思維能力 溝通能力 包括間接的人格 或者道德 或者價值判斷 正如哈佛大學校長 在畢業地上 跟學生畢業地上支持所說 哈佛培養了什麼樣的人 一個有價值判斷的人 我能判斷一個人 是在胡說八道 還是說他言之有理 為了完成這個目的 或者達到怎樣的 一個教育目的 我希望北大同學 充分利用北大怎樣 既有人文 又有社會科學 又有理科 又有新工科 又有醫學這樣的大學 廣泛的去試練 在這種廣泛的試練中 進行一種探索 發現自己 發現自己喜歡的 從而能更清晰地 理解自己 這一生的目標 和你的職業規劃 形成自己的 對未來的發展的一種思考 請世界看看 或許在大學的試練當中 你會選擇北大提供的 給你一個學期的 當西文外大學去交換 或許在每個暑假 你會走到非洲 或者印度 進行動物保護 或者指教 不要老考慮這個東西有用 做一點自己喜歡的事情 在你人生中最寶貴的四年 上一些文中的課 做一些無用的事 讓自己成長起來 成長為有一個有思想 有一個能力 能夠為社會 令國家擔當的 這樣一個人 不作詞 認為 'd極請 核心 副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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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